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追影,今天几乎我们的全荒铃尔风云再起加强版的一个实况解说,这次仍然是有广众大门对人坏处难,双方来一个无规则的社会打法 重腿一别没有别到重腿再别,社会打法也就是我们之前在游戏厅里面的无规则 下方两点亏花,就是怎么赢了都可以,不管你出什么招没有什么近招可言 一脚带踢没有压住,草居直接发动暴气,看这次暴气直接抓隐藏,但是没有抓住 草居继续上下一波机会,这个隐藏抓的还是相当有激情的 一把想抓正如带掏,八神葵花还是被钢 读了图一料,自己去钢在地,双方都是属于钢死地狂魔类型的 下面来到第二场 第二场我们来看 雅典娜,这个雅典娜也是广州大门一大绝活 空头一下快速闪现,到板别单仍然被钢 钢到周反身为打一个凤凰剑 八神圣龙确认结起一个八次女 这个如点快了 哎,跳鸭重手带逃,没有多少选了 再又被雅典娜来了个空头,让我们来到下一场 下一场看坏处男也是第二个角色了 看他的金家帆,这个金家帆可不是闹着玩的 绝对一线 哎,重腿一压 我们来看跑跑过去直接暴气 在连招之中暴气,飞燕斩连踢 哎,空中再接一个飞燕斩 十四连,过后金家帆继续寻找机会 他还是没有想把这个雅典娜一套带走啊 其实刚才在板边无线连踢一套带走也是很简单的 下面一个下轻手,结果掉雅典娜 让我们来到了广州大门最后一个角色 看他的白衣金家帆 啊,轻手在风 看后退一下,一脚再踢,还是被钢 钢到以后,金家帆继续向前都进 这连续的钢CD有点厉害了 旋风腿飞燕斩 接一个五连过后,金家帆 就在这时被来了一个比杀 比杀过后,金家帆继续向前突进 一脚再踢,没有压住空中小跳的地 飞翔脚再走一下,飞燕斩再来一波 哎,一把钢CD跑跑过去 又一个比杀 直接来一个飞翔脚弹响 但是并没有弹起 现在快出男 快速吸气一个隐藏 感觉坏出男的隐藏掌握得非常棒 对手的隐藏打空 现在一脚踢到BC,带走 大家希望底下关注 在评论区留现在神回复 我们下次见